R mo 哈囉大家好我是蕎寶 今天我们来开箱蓝宝跟困宝 没有错就是蓝宝跟困宝 但差别就是他们是车子 那今天就来比较一下究竟是蓝宝比较厉害呢?还是困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蓝宝的外观 呃...就是蓝宝 没有什么好评价的哦 一个发呆的蓝宝 好我们来看一下喷嚏的部分哦 那這個是黑色的 黑化藍寶 黑色還蠻帥的 白色也蠻帥的 有點銀灰啊 綠色紫色就沒什麼特別的 哦 藍寶是道具車啊 難怪八角圖那麼低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技能有哪些吧 道具賽中 氮氣轉為憤怒氮氣 道具賽中 導彈高機率升級為黃金導彈 100%的機率防禦自爆水炸彈 被水炸彈擊中時高機率獲得自爆水炸彈 那因為這台是道具車 車主給它改的是10時50 好 我們去測一下它的性能吧 這台如果是道具車的話 它的性能應該就表現得普普哦 好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起步 GO 175.9 哦 算中間 算中間 中間偏低一點點哦 好 我們來看一下直線 哦 那個跑步姿勢好可愛 直線192.4 嗯 還 我覺得算慢啦 我覺得算慢了 因為它是道具車直線一定要快 然後217.6 這也很慢 因為 道具車比較不需要的是機器嘛 但是它們的直線 抓地噴射很重要 啊 這個氮氣也不太行啊 267.9 嘿 這台車數據不太OK哦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搖屁股多少 哇塞 直接來到100.3啦 實在是有點低哦 這台數據 再來看一下困寶 我覺得車子怎麼好像比人物還懶 還困寶 這方面我覺得困寶做的比藍寶好 藍寶是一個很活潑的人 但換到車子就好呆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噴氣的部分哦 這個 哎呦 是金色的嗎 哎是有點 有點偏金的黃色耶 有點黃金困寶 背面看很黃金 正面就是黃色了 再來黑化困寶 哎呦 很帥耶 哦 可是我比較喜歡白色的 再來綠色紫色 沒什麼特別的 那困寶就是競速車了哦 八角圖數據明顯都變高了哦 那車主也改滿了哦 改的是10.10.15 好 我們來測一下性能吧 哎呀 這個困寶來到賽道上 還是給我躺著哦 哎呀 他不起來嗎 他不打算起來 哎呀 要出發了耶 哇 他最後一刻才給我起來 不愧是困寶 那騎步來到177.8哦 我個人覺得算還行 還蠻快的 直線的話 看一下能不能194 194 194 啊不行 193.9 其實算快耶 他的數據其實算快 然後抓地噴射的部分 219.3 哎呦 他都是屬於那種 快要到 頂車的數據 但是都差那麼一點點 所以他其實算快 但是沒有到頂快的那種感覺 好 氮氣的話 269.9 算快 好 我們現在跑藍寶的實戰哦 那藍寶因為他是道具車 所以我跑一場競速 一場道具 我們來實測看看 那通常這種人型車啊 他們的 致命傷就是對抗 然後是比 機車對抗還爛的 哇 你看到沒 看到沒 我這個完全是 沒有入權啦 他們這種對抗是爛到 你只要碰到 對方的車子 你可能就會轉向的那種 那種誇張你知道嗎 這碰到你可能整台車就翻了 很誇張 他們對抗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麼設計的 爛到不行 哇 這個 我前面直接心態給他崩掉了 慢慢追慢慢追 感覺這個聲音跟引擎聲 感覺是跟那個什麼黑妞 是一樣的哦 只是他們的人物比較大而已 哎呀 哎呀 一直失誤啊 但沒關係 我們前面有一個隊友 然後我們的排名也還OK啦 我現在擠到前面了哦 但是 我只要被碰到一下 我可能就掰了 哇哇你看 我剛剛被他們頂到一下屁股 我整台車往前彈一下 哇哇哇你看你看你看 只要碰到我 我就會往旁邊彈 往旁邊飛 他這個對抗是真的爛啊 所以這種車子我覺得就是拿來收藏就好 那既然 兩台一個困寶一個藍寶嘛 就很簡單 你看你是要玩道具還是競速 你是競速的話就收集困寶 那大部分應該 都會收集困寶吧 都會比較喜歡困寶 因為 這台困寶是唯一永久的 哦 是唯一有永久的困寶 哎我隊友掉下來了 那藍寶的話 其實 就還好啦 但是我剛剛看他的道具技能 其實算蠻蠻強的耶 他的技能其實跟爆爆王還蠻像的 我覺得他這個技能應該是在致敬爆爆王吧 就是他們 那個一開始爆爆王這個遊戲的部分 他們應該是在致敬自己這個爆爆王 因為你看嘛 他那個 都是關於水炸彈的部分啊 那爆爆王不就是在丟水炸彈嗎 而且他那個自爆什麼有的沒的 都跟那個爆爆王很很像 他跑跑本來就是爆爆王延伸出來的一款遊戲 爆爆王是最最一開始的 我記得沒錯印象中好像是爆爆王先的啦 然後跑跑砍停車是後面延伸出來的 哎呀不思不絕 我竟然用這台爛車跑到地面 哇哇 你看到沒 我這個隊友碰一下而已 我就往旁邊彈了 這個對抗真的不行啦 哎呀 害我整個又崩掉了 真的是 哼 玩這種車子啊 節奏特別容易亂 OK 好我們來到道具實戰喔 那道具的話 我感覺這台藍寶就應該可以表現出他的優勢了 看一下他的技能表現怎麼樣吧 GOGOGO 而且你看剛好旁邊有那個燈籠魚喔 那我們剛好可以防自爆水炸彈 喔拿到一顆了 第一個倒就拿到了 我可以喔可以喔 防掉 哇 可以耶 而且 我覺得他這個很強是 你拿到自爆水炸彈 然後你自己不會爆 你可以把別人爆掉 我覺得這蠻屌的耶 因為通常水炸彈就是 呃 大家一起死嘛 要死大家一起死 但是他這個是 欸你們去死就好 我不用死 所以還蠻強的 而且我剛 一炸就是直接炸三個紅隊的 不過他們現在又追上來了 這個隊友有點不太行啊 我們現在這個是 二打四啊 呵呵 他這個技能 真的就是你 你就想像把爆爆王搬到跑跑卡丁車裡面 然後玩道具賽的部分 其實蠻像的 只差他不能把 欸其實也可以 他丟水球 等於就是你把那個 炸彈往前推 一樣倒離 然後我記得爆爆王好像也有自爆的 好像有啦 呃 那這個技能就跟爆爆王很像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喔 然後我們目前 其實還ok 還挺的過去喔 然後我留了一個蚊子 然後跟一個盾牌 一個防禦 一個攻擊 一個操 然後我就直接蚊子上去了 我們隊友希望的趕快上來幫我一下 哇 我被連續攻擊了 ok 這時候派上用場 然後這個憤怒 先留著 等一下終點壓線衝 okokok 拿到 黃金炸彈 吃一下吧 哎呀還有盾牌 哎呀 我竟然被水炸彈 那個魚波波到啦 沒關係我有自爆 可以吧可以吧 哎唷 可以喔 隊友把他們拖住了 哎這台可以啦 如果你們是喜歡拿來炸人的話 我覺得這台可以玩一下 好咧 我們來看一下困寶的競速實戰怎麼樣喔 哎唷 這一關又遇到暴龍啦 哎唷 哈這個真的很懶 他起步才給我站起來 這個真的很好笑 哎唷這個暴龍跑很快耶 哇還有兩隻暴龍耶 我現在發現有兩隻暴龍 哇哇這個對抗 哇不行 兩台兩台的對抗都不太ok 卡到一個 你看到沒有 你看到沒有 那個恐龍 我剛剛 量子的速度去中他 他還就站在那邊不動 然後我自己彈回來 哇塞這個對抗不行喔 哇哇哇哇哇哇 我只要碰到一下 就不行了耶 就算他 困寶的數據比較高 比較快 但是 真的不行這個對抗 比機車還爛耶 這連碰都不行啦 碰不得的那種 哇哇你看看 自己對的自己對的 有沒有看 自己對的卡到也不行 哎唷 不然有那個暴龍 很好笑 看那個暴龍這樣跑 哎呀你被困寶超車喔 這個 這種車子我講真的 呃玩起來是娛樂 大於實戰啦 娛樂大於實用性 因為 他這個速度不是獨一無二的快 懂嗎 有車子跟他一樣快 甚至什麼 譬如說什麼遊俠 或者說 呃黑騎士 數據都比他高 或者是說跟他差不多快 但是 這個對抗喔 就差很多了 而且他的人物也不是說 像黑妞那麼小 所以車型上會有 呃其他的優勢之類的 但他不是他就是跟車子一樣大 然後他的對抗超級爛 但是 我個人覺得喔 困寶這台車有一個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他是唯一 永久的困寶 而且 你也不用去擔心說什麼 呃你沒有永久的困寶 你直接買一台 我跟你講人車合體 幹嘛 你困寶 就直接是永久的 你也不用看到你的人物 欸困寶 就直接不演了 直接上場跑 所以有愛困寶的人 我覺得這台車我覺得可以 客一下 因為 就人車一體嘛 對 永久的困寶 為什麼不要呢 對不對 罵一下罵一下 這個隊友不行 一直在撞隊友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還在努力的喬寶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